岛屿,我们买车都希望能够经久耐用,能够一辆车开到报废,但是事实上却是失语愿问,很多时候我们买到一些毛病太多,寿命太短的车型,开着都是其只能卖掉换新车,近日有美国权威机构,评出十大耐用车型。 日系车占大多数,没有一款德系车上榜,网友惊呼,咋和我们的车不一样? Top 10,Dr.A这是一个GNC品牌下的越野车型,这个品牌以皮卡和全尺寸SUV为主,而主要是厂市在美国。 Dr.A是一款中型SUV车型,和雪佛兰的Econax出自同一平台,经历了两次换代,主要是从自然吸气换成了涡轮增压。 Top 9,现代Elantra这款车的第五代,在国内叫做灵动,第四代在国内叫朗洞,在国内的口碑也是非常不错的,而且销量也非常好。 而在美国销售的是第四代和第五代,作为家用车完全是合格的,虽然在国内减配,销量受影响,不过在美国还是很受欢迎的。 Top 8,丰田Camry这款车,其实就是国内的凯美锐,不过配置和做工的差距,我们不来谈论,其稳定可靠的性能,以及大气端装的外形设计。 前些年就是机构单位的公务车,而如今的凯美锐,变得比较激进以及年轻,不过稳定性,可靠性一直保持得很好。 Top 7,斯巴鲁Crosstark,这是一款紧凑型的SUV,在国内的名字叫斯巴鲁XV,相信大家都很熟悉,定位比斯巴鲁森林人低,自从丰田入股了斯巴鲁,斯巴鲁的质量就得到了明显的提升。 以前的野性风格全物,在柜内的斯巴鲁,其实价格还是很贵的,而且水平对质的发动机,一旦出现问题,修车费用也不低。 Top 6,本田的Code,这就是国内的雅阁了,是一款就连小孩子都知道的车型,稳定,可靠的特性,让雅阁在全球车市都非常的出名。 虽然雅阁和最近动力出问题的思域,是同样的动力系统,不过本田工程师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。 Top 5,本庄CRV,本田CRV在国内可是畅销车型,也是一款非常耐用的SUV车型, 后来只是因为国产SUV的崛起,才显得稍微有些乏力。 虽然第十代CRV遭遇机油门事件,也经历了停产停售,但是在美国确实非常的畅销,口碑也非常好。 这是不是车不一样呢? Top 4,本田Civic,这就是本田的神车思域了。 在国内的知名度相当高,曾经一段时间,思域车主还叫嚣挑战所有跑车,是家用车的最理想选择,在美国销售的是第九代。 而恰好这款车在国内销量不好,而且现在时代思域换装了1.5T,问题也就出在这款发动机。 Top 3,丰田Caroli,这款车,就是全世界销量最好的车型卡罗拉,相信每个人都已经知道这款车了。 有家教职,王的美誉,国内的卡罗拉和美版的有一些区别,用的是欧洲版的设计,而国内的雷铃,才是基于美国版卡罗拉打造而来的。 Top 2,雪佛兰Econax,这就是前面提到的,和Computer A同样平台打造的探戒者,在美国的是探戒者第二代车型。 国内基本是没有销售的,国内的探戒者是第三代Econax动力配备了1.5T和2.0T两款发动机,入门版只要17万多点。 Top 1,现代Except这款韩系车,美国版车型叫瑞纳,而国内叫瑞纳。 为什么这款车能够得到第一名?小编也觉得很奇怪,可能是因为这款车的技术不算新,出问题的概率少吧。 而且这款车又不贵,在国内基本上三六点五万就能拿到,不过在国内的瑞纳,安全性能非常差。 总结,当我看到这份榜单的时候,也非常奇怪,韩系车竟然也进入了耐用车榜单,甚至还拿到了第一名。 在我们国内车主们看来,德汽车才是耐用的名词。 然而这个榜单里面,一台德汽车都没有,于是有网友调侃了,这个美国权威机构,是美国车托之家吗?